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酸 如大家看到的標題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是Supercell這次提供的免費的直播空間 這個免費直播空間 不論是創作者或是選手 想要直播 都可以來到這個免費的直播空間來使用 那我就很好奇 官方他們使用的器材 不論是硬體或軟體是什麼 那我覺得對於創作者 或者是對於想要開始自己遊戲直播 或是串流的朋友們 應該都會蠻有興趣的 然後也可以幫助到大家 在器材的投資上 可以掃手一點點的冤枉路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吧 開箱這個直播間 首先這個是Algato的Stream Deck 它可以當作一個直播的快捷介石 因為有時候直播是 手腳是比較忙碌的 所以它可以就一鍵 完成了這個按鈕上的設定 不論是切換場景 然後或是其他的一些功能 都可以在這邊 透過一個按鍵的聚集來達成 再來呢這個是官方使用的耳機 摸起來蠻有質感的 而且很輕盈 那它採用的是電容式的麥克風 所以收音起來聽感也會很清楚 大家可以抄下這個型號 BPH-S2C耳機品牌 在這裡 那因為要是你的手機型號是 Lighting還是USB-C的 這個兩個接口呢 基本上在蘋果商店就可以買到 過來它直接淋到了這個讀取盒 然後這個盒子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主要功能是什麼 我稍微查了一下 它好像是一個訊號的分配器 通訊協定上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這個分配器可以解決這樣的 就可能是螢幕啊 或者是你的設備 信號不相容的時候呢 它可以做這樣的處理 好 那從這個分配器 接了一個HDMI的線過來這邊呢 那這個就是主要的視訊接取卡 它使用的是 MegaWave USB Capture 這一台 這一台蠻有份量的 然後我有查了一下 Amazon的價格 這台不便宜 大概快要一萬塊台幣了 但應該是品質效果很不錯 就這樣子 一路就連進了電腦設備裡面 再來這個是音控台 使用的是RODE的 那這台看起來很高級 可以控制音量的大小 控制不同訊號 聲音的輸入源 那它剛剛說這個麥克風 它使用是電容式的 就是耳機這邊它有自帶兩條線 一條是麥克風 一條是耳機 可以進行即時的監聽 好那其他的這個配的 就比較沒有實用啦 有時候可能是要播放音效阿 那種鼓掌聲阿 什麼就可以一鍵 一啟動這樣的設定 在這邊有兩盞燈 左右各一盞 那這個也是Elgato的P-Light 那這個應該是有無線控制功能 因為它可以直接透過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String Deck 直接按一個按鍵 就可以開關這個電源 所以算是蠻方便的 把這個型號給抄起來 然後這個是視訊鏡頭 官方使用的視訊鏡頭 是羅技的 羅技的 型號我再放到這個畫面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後呢 這個綠幕左右都有在各打一盞燈 這個是當然這個去綠背會比較好去 它給你一個背光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型號 泰坦的 TubeFP1 OK 那這次呢 Supersale官方直播指定設備的一個開箱總覽 帶大家來一揮一下這個直播間裡面會有的設備 那當然這裡是一個搭全配的狀況 所以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財力狀況呢 選擇要哪些東西呢 先更新再一步一步的來擴充自己的設備到頂規 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在創作影片 或者是在做直播 也歡迎你分享一下自己在使用的設備是哪些 哪些有推薦的 哪些不推薦的 那當然軟體我們都是使用OBS 就不用太多的琢磨 網路上都有很多的介紹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按讚 按鈕 通知小鈴鐺 之後有什麼相關的內容呢 也可以再分享給大家 掰掰